好 现在有一个说法 说贾伯斯神话要破灭了 因为昨天苹果破天荒 一口气发表了五款新品 但是市场却大失所望 为什么呢 因为像是iPad mini 用旧的处理器 网友就笑说 这根本就是老婆婆的心脏嘛 其他东西呢 也都只有升级硬体而已 所以让市场对于 加入鸡海站的苹果 晚间要公布的财报 看法都不太乐观 从平板NB到桌上型电脑 苹果发表会史无前例 一口气推出五款新品 大打鸡海站 一手掌握超顺手 iPad mini外形缩小三分之一 但处理器却采用一年半前 iPad 2推出的A5 难怪有网友笑声是老婆婆的心脏 但水货价已经喊到 一万八千元 贵了一倍 iPad 4只有处理器升级A6X 转接头30Pin变成了8Pin 其他完全不变 苹果迷只能笑称 它是古董法拉利 但是桌上型电脑iMac 边框最薄只有0.5公分 成为发表会上最闪亮的亮点 实际来到专卖店可以发现 虽然新产品还没有上架 不过现在的产品 已经提前开始降价 幅度大约1到5千块 New iPad降价1100元 iMac也有3到5千块 Mac mini直接便宜1500元 提前出清 充销量 不过坏消息是 外传iPad mini面板供应商 友达跟LG供货不足 恐怕也会拖累陈宏合硕的组装时间 在第三季之后 受到台币升值的影响 大部分的获利都缩税 那第四季如果又这样的话 会对整个股价来讲 形成比较大的一个压力点 苹果即将在26号发布第三季的财报 市场预料不乐观 如今鸡海战惊喜不在 专利优势也越来越弱 随着新产品上市 恐怕将面临另外一个考验 东西安新闻中文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